今天介绍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 小马哥是一个普通魔术师 他每天卖力的表演就是为了逗大家开心 也梦想着有一天和那些有名的魔术大师一样 有自己独特的节目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在街头表演 却在人群中发现一个奇怪的姑娘 为了让姑娘开心 小马哥使出了浑身解数 女孩依旧闷闷不乐 就这样 女孩成功的引起小马哥的兴趣 他一路尾水女孩想找出原因 在漆黑的胡同里 落寞的身影给了他新的灵感 小马哥鼓起勇气 上前搭讪 邀请姑娘加入自己的魔术团队 他的新魔术紧张刺激 现场表现力极强 深受观众喜爱 不久后小马哥彻底火了 女孩名叫雨滴 他虽然是魔术团队成员 但是入团一年来 从不参加集体聚餐 这也让身为老板的小马哥 一直感到疑惑不紧 雨滴回到家 即便是生日这天 也还是行单影之 不安的光线 和坐在对面的泰迪 让这个夜晚显得格外漫长 雨滴半夜惊醒 听到微微的啜泣声 他抬头望去 两个满脸是血的小孩 出现在他身旁 随即他拨通电话 举报一起肇事逃逸事件 看来他是一个通灵者 又是新的一天 雨滴躲在角落里 肯只差包饭 引起大家的注意 心疼雨滴的小马哥 提议举行公司聚餐 他驳回雨滴 逃避的借口 尽管雨滴说出逃避聚餐的 真实缘云 酗酒喜欢耍酒疯 但小马哥表示并不在意 餐桌上 老哥说昨晚梦到去世的奶奶 把自己童年丑事抖出来 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喝醉的雨滴的反应 最为独特 那不是做梦 晚上真的会有人 站在你身边看着你哦 小马哥嘲笑他 你那是职业病吗 雨滴像是变个人似的臭过来 嗶嗶嗶嗶嗶嗶嗶的 给他一顿怼 扯着他衣服 抱怨为什么强化自己来 让所有人都尴尬的一幕出现 说完就跟没事人似的 转着两块布条回家了 第二天刷牙时 想起昨天的事 想死的心都有 送女友出差的小马哥 在机场接到雨滴的道歉电话 在电话中 听到雨滴的尖叫声 他有些不放心 跑到雨滴家 短暂的拜访 小马哥对雨滴的生活状态 有了进一不了解 开导他都和同事接触 聊了一会儿就打算离开 却看见一个脸色铁青的小孩 蹲在墙角 他转头的功夫 小孩却不见了 雨滴慌忙的劝他离开 小马哥同心未免 和小孩玩起捉迷场 当天晚上 小马哥半夜睡觉 却看见白天见到的那个小孩 在他的屋这里乱跑 他害怕的只能找雨滴帮忙 从雨滴那里得知了他的秘密 经常有鬼魂来找他求助 原来孩子的父亲驾车出了车祸 为了救奄奄一息的父亲 来找雨滴 父亲被救走 小孩深深地拘离一宫 表示感谢 滑着一阵青烟消失了 站在河边 雨滴说起深长内心的往事 高中出游 他和好友朱熹同时溺水 好友却没求过来 从那以后 朱熹的鬼魂经常缠着他 同学朋友们开始渐渐疏远他 爸爸和妹妹都因为朱熹的惊吓 移居到国外 小马哥问他 消防员为什么会先救他 雨滴听消防员说 当时自己身上发出一种光 事后两人渐渐成为真正的朋友 还把朋友哲语介绍给雨滴 在小马哥的牵线搭桥下 两人有说有笑 很谈得来 这让小马哥心里有些不痛快 那个神情忧郁女孩的笑容 渐渐地让小马哥维持着迷 哲语从小马哥听说雨滴的困扰 承诺会用命去保护他 这让雨滴感觉 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 随后哲语就遭到珠熹烧扰 当两人暂时见面时 哲语像抖温神一样看着他 这盘冷水让雨滴彻底清醒 生活又回到原点 雨滴用打棒球 发现心中的压抑 小马哥笨拙的表现 让他重新露出笑容 两人坐在秋天上 喝着热茶 似乎有那么一点小暧昧 雨滴虽然有朋友 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只能在电话里 向他们袒露心中的悸动不安 深夜小马哥约雨滴喝酒 悲剧又发生了 追寻寻的雨滴 被带到小马哥家 半夜珠熹出现 雨滴用手遮住他的眼睛 愿者里的小马哥神情恍惚 虽然雨滴和他分享 克服恐怖的经验 但却没起到作用 然而雨滴下意识的拥抱 却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为了克服恐惧 男人挤在一个帐篷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 却被小马哥出差回来的女友撞破 女友没有争吵 而是用言语冷嘲热讽 故作坚强的雨滴 让小马哥很心疼 女友的话语句戳心 让雨滴很难过 这天话中和朋友极力辩解 故作坚强 朋友的反问 让她的内心防线终于决堤 女友看出小马哥心不寨焉 让她去寻找真爱 第二天雨滴迟迟 几年不见的朋友上门来探望雨滴 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还鼓励她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在人群中 助悉又出现了 双手颤抖的小马哥 故作震惊地为雨滴表演魔术 平复她的情绪 两人从此开始甜蜜的交往 雨滴想让小马哥 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与爸爸的地下试看 也为那里经常传出异想 她既害怕又好奇 但始终没赶去 在这里发现一个老师唱片机 两人重情的舞蹈 柜日里突然飞出一群蝙蝠 从天窗飞走 睡在地上的两人相视而笑 刚确定关系 雨滴就有些不淡定 后面发生了什么导演不让看 这段就过去了 第二天两人甜蜜的道别 却被珠希看在眼里 在路上小马哥这接二连山的遭遇危险 矫情只受了点轻伤 雨滴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一条项链 好像想起什么 带着项链赶去剧场 剧场里小马哥没想到的是 节目没有像彩排好的那样演 雨滴在众人面前活生生的消失了 小马哥打开那个魔术柜 就发现雨滴被困在水中 他想用斧质劈开水箱 却被弹得老高 摔晕过去 一时渐渐模糊的雨滴 在水中看见珠希 车祸那天 雨滴看到珠希带着项链非常漂亮 借来试带一下想照个相 却突然发生车祸 营救人员因为看到项链的反光 雨滴因此得救 珠希带着这点怨念 久久不能平息 雨滴将项链还给珠希 得到了她的原谅 老哥却雨滴搬去国外 离开小马哥 这样对谁都好 他接受了提议 昏迷中清醒过来的小马哥 赶往机场 往留那个善良又孤单的女孩 两人终成眷属 这是一部非常适合情侣观看的电影 恐怖搞笑都有了 还缺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